2005年李雨春从一位在四川音乐学院读书的学生 一下子就变成了备受瞩目的公众人物 如今13年过去了 他依然还在考虑自己究竟是谁 偶像到底是什么 我觉得偶像是质疑 偶像是生意 偶像是忍辱负重 说到偶像 李雨春用了一连串代表压力的词语 当一些年轻人在奋力追逐这个标签时 他似乎并没有一个成功者应该拥有的喜悦与荣幸 其实在比赛结束之后 很多人问我说 你上时代热盘你怎么想 我说不是我上时代热盘 是节目 我只是一个符号而已 2005年因参加歌唱比赛节目出导 当时他只是一名大三的学生 因为参加了节目 人生仿佛坐上了火箭一飞冲天 当时很多人认为 李雨春这样的热点人物就像流星 一闪而过便会消失无踪 可李雨春就在残酷的淘汰赛中活了下来 但是你那个时候还是一个非常美好的理想 说因为我想成为一个职业的歌手 然后可能这是我的工作吧 我就会你有可能很多猜测 就很多问号 各方面的问号 没有人可以帮你解答 如今13年过去了 他的年龄长大了 经历的事情多了 成为了一名真正的职业歌手 甚至还跨界做了演员 做了导演 不用再担心经过节目热度后的 谈话一线 牢牢在演艺圈扎下了根基 单单从职业的定义上来看 他无疑是成功的 但可贵的是 李雨春能冷静地像旁观者一样 从多种可能性的角度去审视自己 李雨春和所有的年轻人一样 虽然职业不同 却都需要学会思考 人生这条路就像一道数学题 需要很多步骤才能解答清楚 也想完成一个命题作文 写下了开头 但作文里的故事 还需要自己用奋斗去书写 回于今天地编辑报道